今年的龍舟賽不只賽程精彩 週邊配合活動季豐富多元 在運河盤也安排了特色小吃 一文表演等 記者也實際走訪 我幾乎每年都來 因為聽說這一次端午佳節 都有五天的時間才會做勞煉 聽說才有兩百多人的搭位 端午節香包他是應景 基本上他避邪又保平安 因為香包基本上 那裡面是檀香愛潮跟熊煌 因為我全程都跑偏了 這邊人潮特別多 因為他特別是晚上還有活動 所以人潮連晚上也有 白天也有這樣 這次一文表演特地邀請到 安琪藝術舞蹈團與龍共舞 吸引大批人潮 龍舟賽程更是十分激烈 讓府城民眾能夠享受端午佳節 你們這次 你們學校是帶第幾次來參加 第一次 第一次 你們感覺如何 很好玩啊 我們就帶小朋友來這邊看 我們住這裡附近 今年因為才剛開始 可是晚上他那個 那個龍舟他的七彩燈很亮 就是裝飾得還不錯 記者近日採訪 發現活動期間位於慶平路分隔島上 原先市府擺滿整排的市政檢影 宣稱是讓市民增進城市認同感 男人議員指控借機宣傳市長個人寫真 市府事後雖已澄清 但為何相關單位在事後 卻趕緊將照片收起 這樣的舉動讓市民感覺更匪夷所思 記者陳其昌 林佑春 台南報導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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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